搭着那军舰看花冬 搭配音乐与歌声 不仅有共军军机俯瞰中央山脉的画面 甚至还有从七星坛往海面拍摄角度 配合14号的环台军演 中国释出坐着军舰看花冬影片 在网路上大打认知战 我们花非常多的时间 在处理所谓认知作战的问题 那对于各种假讯息的散播 我们都进行各种的溯源查找 通报到其他的政府机关 来做必要的澄清跟应处 国安局指出520后 中国在军事经贸外交和法律等面向 加大对台湾的复合式压迫及统战分化 同时也分析共军这次的环台军演特点 演习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那第二个是他划设的演习的区域范围也比较小 但是在兵力动员的部分 特别是空中兵力动员的部分 强度是比较高的 他也凸显出来 中共跟国际社会对于涉及台湾的议题 存在非常严重的认知落差 也就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我们的国庆谈话是温和务实理性的 但中共却认为相关的谈话是刻意挑衅的 国安局不排除共军环台军演 未来会经常发声 更说中国的联合战备警循 除了已经在夜间进行 如今更是常态化 平均下来每个礼拜会有一次 大概都有十几架的战空机 在联合战备警循启动之后 会越过相关的海峡中线 或迫近到我们的西南空域 接近有类似登陆舰 也开始参与 面对中国不断对台军事施压 国安局强调 未来会以料敌从宽原则 加强跟有盟国家合作 进行情报分享 来应对各种可能状况 进行文明镜刚石油尾 采访报导 局章 指定大通